大家我是Deele 咱们就说一个都也没更新了 就是剪了剪止 之前觉得自己胖了 就现在梯子差不多空在10 然后咱们就开始拍这个Aroll 第三季我们介绍这个大佬 就是大家都知道 OMS 就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 楼下是一个滑板主题公园 就挺fancy的 就重点是这个wide 那本期视频跟以前是一样的 我们分为四个部分 大楼的这个介绍 设施 户型 还有这个优缺点 先说这个大楼的介绍吧 其实这个One Manhattan Square 和这个5510的都是一个开发商 就是Xtel这公司 但是和5510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是一半租一半卖 就楼下和高层是租的 但中间这一块是放出来卖的 所以它这个位置是在曼哈顿的Lower East Side 就靠着河 靠近China town这个位置 因为靠着Easter River 所以这个景色还是相当漂亮的 就能看到曼哈顿大桥 还有布鲁克林大桥 就是这块区域 就离着很远都能看 就我感觉相当于是一个 下乘的一个地标了 再说户型 这个楼咱们就说它的没有studio 只有1B2B还有3B 但是它这个1B呢 就是就没有corner view 但是2B3B是有的 而且非常的crazy 而且楼层特别高 就是整个view非常漂亮 就是和5510是一样的 就基数的地板的颜色 整个finishes是黑色的 偶数的就是浅色的 就是OMS的2B和3B的弧形 是相当的漂亮 因为大多数都是落地床 朝南和朝东 就是你既能看到合景 又能看到朝南的景色 就是它的极少数的3B 不是corner view 比如说3B的E弧形 它不是一个corner 但是3B的C这个户型 非常的漂亮 而且厨房就还有一个窗户 就是你边做饭 还能欣赏外面的景色 而且它这个卧室 很多户型都是朝南 就是这个采光真的非常crazy 咱们就说2B的G这个户型 其实也不错 咱们就特地跑到我朋友家拍了拍 但是它是买卖的户型地 就是和租赁的G有点不一样 但是户型是一样的 但它这个户型是可以看到曼岛 就是和G是不一样 就是在楼的另外一次 然后下面可以浅浅的欣赏一下3B的JLINE 咱们就是说真的有点crazy 就是这个户型是非常非常大 然后再加上就那么大的一个餐 咱们就说也可以放一个钢琴 就整个合景都是朝南的采光 非常的好 就关键是它这个卧室它也是控的 而且有点夸张 就洗手间也不错 它不光有一个浴缸 它有一个站立的 再说一下这个设施 这个设施真的是冒死拍的 就这个大楼的管理特别严 就是一开始不让拍 反正就是费了很大劲 拍了部分 因为这个设施真的太多 但是我有单独的全部的视频 有想要的可以单独问我 因为OMS这个设施真的太多了 结果你光看光要看很长时间 而且最夸张的是它居然没有设施费 一般漫导的设施费都在100到200之间 这个直接就是一分钱都没有 楼上是两个泰球桌 还有这个抽烟的地方 这个篮球场是全场的 真的是很让人心动 咱们就还整了一个膝盖弹射 还有这个dance room 这个灯光非常的棒 而且非常的大 非常的宽敞 主要是没有什么用 就用池有人没拍 但是拍了这个冰雨 就上次和我老铁感受下这个冰雨 是真的非常的爽 就最后说一下优缺点吧 优点就是离河边很近 可以三杆布什么的 然后离地铁 这个距离也是走路可以到了几分钟 然后离这个Chinatown非常近 去买买菜什么的 然后view非常好 然后有这个落地窗 还是这个corner 还有就是设施费 就是全民 甚至非常crazy 缺点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 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这块neighborhood 其实就没什么用的太多东西 然后1B也没有这个corner unit 就只有这个2B和3B有 我们下期会介绍这个subfork这个楼 我们下期再见 我觉得应该更新很快 因为这样子讲完了